今日最新劲爆消息!香港媒体惊人大爆料!围攻郭赫年,原来这一切都是巫统的,大阴谋!快看!原来他们还有更卑鄙的手段! 拿到攻击郭老鼠国阵策略,意图巩固马来票 吉隆坡一日讯,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政治观察家认为,攻击大马首富郭赫年的言论是国阵的策略,试图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之前激起反华情绪,以此巩固马来选票 报道指出,普遍预计,这次选举将成为大马数十年来最激烈的政治角力 该报道指出,首相拿督斯里那几本周二发表声明中,没有直接提到郭氏遭受攻击事件,而是将郭氏描述为大马企业家的辉煌榜样,似乎与郭氏遭受攻击事件划清界限 该报引述马大教授兼政治观察家阿旺阿兹曼说,纳吉别无选择,只能停止郭震对郭氏的攻击,因为此事已经破坏郭震的信誉 阿旺阿兹曼认为,有关对郭氏的指控没有任何证据,并可能威胁到种族关系 报道指出,大马最迟必须在今年8月之前举行大选,纳吉面对强大对手,及前首相兼希望联盟主席敦马哈迪 著名布洛克拉尔特拉尖今日大马王主编,上周发起了一系列文章,指责郭赫年为行动党和网媒透使大马提供资金,以再来借全国大选推翻国阵政府 巫统部长拿督斯里纳斯里率先以毫无根据的指责,攻击郭老,引发华社,把华和民政党领袖回击 风波越闹越大,昨日内阁会议发出指示,停止攻击郭老,事件暂告一段落 郭赫年周一已发表声明,指今日大马文章对他构成严重诽谤,有关指控是虚假的,对他的攻击完全没有道理,并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该报引述大马政治观察家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,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沙德说 纳斯里是一名政治机会主义者,其攻击郭老的言论可能会触动行动党,并激发马来人对华裔掌权的恐惧 马上转发